第二可能是他們根本就破局了 第二可能是他們沒有破局 但是柯文哲進入這個局裡面 那柯台銘 郭台銘進入這個局裡面 那郭台銘進入這個局裡面 當然郭台銘不可能去做不分區 最大的可能就是 不管他是做證的還是做副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 但是照柯文哲 那一天肇事現場把話說死了 那他只留給郭台銘做副手的空間 那就要看郭台銘要不要副的嘛 所以第一個這個名單出現 就是破了第一 大家會覺得說有沒有什麼模式 或有沒有再推這什麼什麼立委進來 看起來 我認為應該也沒有 我自己片面瞭解 沒有這個名單的時候 我自己的認知 也是應該沒有這個空間 沒有高宏安模式的空間 因為你上一次已經把所有的人 都出境了 所以是沒有人嗎 四年前的這個 當然我認為沒有人給還是 重點是郭台銘要推的 是我要推我的好朋友 還是我要推跟我有代表性的人 那有代表性的上一次 基本上都差不多 你在看上一次的合作模式 是多少之前就已經公布這些人 是我郭台銘的人 這才有指標嘛 那你今天隨便講一個 我也可以講說 我剛剛那個摸咪人什麼人 跟我覺得很好 那也算我的人 沒有人這樣延伸的啦 所以這裡頭沒有齊聚鮮明的郭派人嗎 沒有啦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嘛 好 那現在就剩下另外一個可能了 柯郭配的可能 阿川呢 柯郭配 柯郭配 配不會配 我覺得會合 柯郭配不會配 就是會合 會合 就是說柯文走去 那合又不在部分區合 但部分區這種小事情 郭台銘幹嘛去推薦一兩個部分區嘛 那推薦個高宏 後來不聽他的 他有經驗了 不會想要去什麼部分區 去搞那一兩個做兩年的 有什麼意義嗎 他只要在後面 包括他的政策上面 包括這一個後面的部會首長方面 郭台銘出一點招就好了嘛 六千幾位 開什麼玩笑 那先酸調才有六千幾位 部會首長的百幾位 政府的百幾位 郭台銘說 給老大哥二十個位置是剛好而已 他幹嘛去計較這些東西 問題是那是要酸調叫五喔 對 所以好 而且零和遊戲喔 但是不分區 你如果能夠進入 前幾名的安全名單 是有機會上啊 郭台銘不會賭這麼小的嗎 賭一個部分區做什麼啦 他就是讓郭台銘去 讓柯文哲去選 然後他再把他的人脈 他的資源 在這次選舉的時候 支持柯文哲 這才能當老大啦 過去之前在三 現在撒卡在嚕嚕的時候 現在關鍵就變郭台銘了嘛 郭台銘靠到柯文哲那邊去 侯友宜還選什麼 侯友宜也不用算啊 因為侯友宜這次用的部分區名單 都把郭台銘原來的那些地方人脈 全部都沒有在裡面啊 都他自己要的人脈嘛 所以郭台銘支持郭台銘的地方派市 全部都沒有分到 現在需要有出口啊 這個出口就等... 有啦 阿鼻的他們都有啦 張家俊啊 沒有 那個已經全部壓在那裡 那裡有兩個耶 張家提了兩個耶 那還有屏東的咧 還有南投的咧 還有一堆咧 那這一些地方派市也要有出口 這個出口就聽郭台銘的 郭台銘說我們都支持民眾黨 我們都支持民眾黨 把這些人脈 把這些資源全部灌給柯文哲 讓柯文哲去選的時候 柯加郭不一定要配 但是他們合起來的機會 因為我判斷是很大 不然吃八十元還是沒錢人吃飯 每天都去郭台銘吃飯 聽說人家的飯也不好吃 吃水餃吃什麼而已 有啦 有牛肉麵啦 來 林桃 基本上你看到這份名單 假設這份名單為真的話 你基本上可以說柯郭配 已經破局了 不可能有柯郭配這選項 為什麼 如果柯郭配 郭等於是委屈副首嘛 那他的人應該都要上去不分區啊 可是幹嘛趁他說 郭台銘那麼小鼻子小眼睛 要一兩個不分區要幹嘛 但是還是有關鍵嘛 基本上上市高雄安到最後 還是有縣市首長嘛 那這一次我知道 郭台銘的 賴佩霞是一個關鍵 因為假設 假設 仍然存在柯郭配的可能的話 郭台銘無論如何在道義上 他也要安排賴佩霞 沒錯 沒錯 但他沒有安排賴佩霞 是不是就代表柯郭配的可能很低 柯郭配的可能幾乎是零 賴佩霞沒有上去 而且之前大概在傳嘛 郭台銘他的有一些業界的 他的鴻海體系的一些人 其實是躍躍於是想說 不分區名單可以排進去的 可是看起來是沒有排 所以柯郭配破局 那你說郭柯配 柯文哲會接受嗎 柯文哲不會接受了 所以我覺得這兩天 你不覺得跟什麼很像嗎 跟過去我們討論了兩個月的 猴柯配跟柯猴配一樣的版本 今天變成柯郭配跟郭柯配 那根本就是一個操作 政治的一個操作而已 如果侯柯配引發炸鍋 讓柯文哲冰得 那難道郭柯配不會炸鍋嗎 柯文哲敢再來一次嗎 對 你現在講到重點 因為其實這就是很基本的 就是柯粉跟柯文哲支持者 到底會不會支持這個組合嗎 所以很明顯的 柯粉就是不接受 柯文哲做副手了 對 他不管做誰的副手都會炸鍋 而且上個禮拜是最明顯的 上個禮拜你看到就是標準的 柯文哲自己看起來想要這個 想要直接當人家副手 這件事情是陳志涵自己證實的 他其實上禮拜三就是想要當人家副手 好 那我們就來聽陳志涵怎麼說 柯文哲確實有可能 在四巨頭開會的時候 那時候在那一刻 他曾經想退讓做副手 當時的情況如何 陳志涵的說法 柯主席他已經很明確地說 他願意在這個誤差範圍內退讓 也就是說讓3%這樣子的誤差範圍 所以其實他那個時候已經有心 就是說要成全大局 也就是希望能夠大家共同合作 來促成2024的政黨輪替 那麼他也願意來擔任副手 只不過還是希望藉由一個 比較公平的方式 來產出這樣子的組合 所以我說的讓其實就是說 他一定程度地做了退讓 那麼希望能夠讓這個 在野成功的整合 所以這個退的意思應該說是 不是退選 是可能可以當副手的意思 對 就是說他是願意退讓 來擔任侯市長的副手 所以才會有當天 所有的這個協議的內容 不過還是要強調 依照這個合約的精神 也就是說主席在裡頭 還有跟大家說的 其實都是在誤差範圍內 因為他贏了3%的話 他還是願意承認他自己算輸 因為沒有超過統計覆差範圍 所以其實根據整個的合約精神 還有整個會談的內容 應該是相當清楚的 所以不管現在是退讓或是退選 對國民黨民眾黨對國民黨 都是不可能的 柯主席在11月19號的事實大會上 他已經非常明確地告訴大家了 他會用台灣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繼續的奮戰到底 我想這番話應該講得很清楚 好 你剛剛講的是這段話嗎 那從陳志涵的談話 對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柯文哲至少在那四巨頭會議裡頭 他是願意讓 也願意做副 但是是因為不公平的遊戲規則 所以我真的冰著嗎 你有沒有發現我反應卡住 你知道為什麼卡住嗎 因為剛剛提到不公平的遊戲規則 在我上個禮拜認知的時候 不是要不公平的遊戲規則 是柯文哲錯估情勢 引發反彈支持者差點崩盤 這才是真正的狀況 所以遊戲規則這件事情 是後來再幫柯文哲 這個翻臉這件事情 翻桌找理由 所以在上禮拜才會上演 這所謂的一哭二鬧三兵德的劇情 那一哭二鬧三兵德劇情 上個禮拜是禮拜三的時候 柯文哲自己想退 柯文哲願意當副手 可是情況是什麼呢 是你可以看到在禮拜三 同一天裡面 柯文哲支持者大反彈 在很多柯粉後援會裡面 都直接講說如果是侯仁當政的 我就不投票了 那同樣的情境 如果套在郭台銘身上 柯粉不會大崩潰嗎 會 但是呢 對於有些柯粉跟郭台銘的 這個支持者有一些是重疊的 所以他反彈的情緒 我認為跟上個禮拜比起來不會這麼大 但是在裡面我必須要這樣講 這個上個禮拜 我先分兩個部分講 第一個是上個禮拜的時候 其實禮拜五的時候 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為什麼我說是柯文哲錯估情勢 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支持者反彈的部分 還包括一個 除了黃珊珊或這個 像陳倫涵之外 其實我跟你講 剛剛我們是不是談了部分區名單 這些部分區名單裡面 也有人有反彈 因為你這樣直接讓支持者崩盤 結果是你部分區之前 怎麼跟人家講的 你看喔 有沒有看到 我們剛剛部分區名單 在談的時候是八加八的概念 什麼叫八加八的概念 因為他們只做兩年嘛 對 就是他這個 比如說他假設前八名是安全名單的話 他只做兩年 那所以呢 這等於從後面的九到十六名呢 再接下去兩年 也有機會成為立法委員嘛 所以你要知道這些人 四個字形容 出錢出力喔 出錢出力支持你柯文哲跟民眾黨 結果你禮拜三 如果要退讓的話 不分區的名單 假設萎縮到只剩下三席的話 本來是十六席喔 那本來是八加八是十六喔 所以柯文哲萬萬沒有算到他的不分區 他的政黨票會大崩潰 對 那政黨票大崩潰 這些部分區 所以我問你名單裡面的人會不會反彈 當然會反彈嘛 尤其我出錢出力過了 怎麼可能不反彈 所以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接到一個民眾黨 就我們剛剛看的部分區裡面一個人 名單其中之一的電話 那他打來請我幫忙 但是有趣的在於說 我就問他說 好 那個你這麼有把握 你會在安全名單裡面嗎 你們主席禮拜三談 當初這麼大的事情 他還請你幫什麼嗎 他請我說 能夠在他們財經政策上面 幫他們講話 能夠幫忙 講好話 但是這件事情我當時是順便在反問他說 你們主席這樣子 那你們這個部分區的名單 這樣子有辦法選嗎 能夠上得了嗎 就你知道他跟我怎麼講嗎 禮拜五晚上 他就告訴我說 這件事情到了明天的時候 就會解決了 那我問你什麼叫就會解決了 因為被冰德 對嘛 就是他的解決 如果是直接合起來的解決的話 他不分區就沒有了嘛 所以可以解決的意思 當然就是因為冰德的關係 所以才能夠得到解決嘛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是 因為照原來的協議 他們就是大崩盤嘛 對啊 那如果要止血 不要大崩盤 就是一定不會是照原來的協議 然後要他們能夠擠到部分區的安全名單的話 一定是不能照原來的協議嘛 所以上個禮拜 我就從裡面秀到這個冰德的跡象嘛 因為就來自於這很明顯的反彈嘛 所以不是像大家講 只有單純的磕粉而已 是這些部分區的名單的反彈 是很直接的 所以到了這個禮拜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前面我們在談說 名單裡面 這個沒有郭台銘的人嘛 當然啊 因為名單在上個禮拜就確定了 怎麼會有郭台銘的人嘛 所以他跟郭台銘之間 在部分區的名單很顯然的 是沒有談到這一塊 好 那現在你看 對 柯鍋之間呢 柯鍋之間 因為你剛剛也談到 柯鍋之間 其實 就是柯粉和郭粉重疊性是比較高的 重疊性比較高 但是也沒有完全重疊喔 裡面還是有很多人是只希望 對 衝突相對比較小 但是好 我這樣講 柯鍋之間 柯文哲跟郭台銘之間 或者民眾黨跟郭台銘之間 有一個心魔啦 那個心魔是什麼 就是郭台銘 有可能在最後一刻 他就告訴你我不選了 所以你重壓在郭台銘身上 有可能出現狀況是 我重壓在你身上 就到最後你說你不選了 那請問我的小機怎麼辦 我的不分區怎麼辦 去登記之後就不可能 冰斗啦 但是你不知道郭台銘會講什麼話 不能冰斗一次 不能冰斗兩次啊